中共持续升高对台湾压力恫吓 前总统马英九19号表示 台湾除了备战更重要在避战 方法是谋和而非求和 前年年董事长曹新成 24日呼吁马英九及苏喜具体说明 面对中共要如何避战谋和 他愿意辩论厘清 我已经谋和了20年了 那我今天必须讲 谋和实际就完全没有了 台湾现在面对大陆威胁 这是很真实的 我们一定要团结 我们要一起来因应这个问题 你不要在那边用一些 完全没有根据的一些口号 让大家很混乱 曹新成回顾中共历史 谎言制造对立 煽动仇恨又斗争 包括毛泽东最亲密战友 国家主席刘少奇 以及被写入中共宪法的接班人 国家元帅林彪 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于非命 前总书记胡锦涛 在20大会议被公开羞辱 中共对自己领导人尚且如此 又不放弃武力犯台 如何愿意谋合 而且中共否定了国民党主张的 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版本 没有任何中华民国的生存余地 一个中华民国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富国隶属 是不是事实啊 是事实啊 谁能否定是事实呢 所以你打我们就是群绝啊 我们好不容易可以直选总统 我们大家变成公民 我们都是平起平坐 顶天立地 你要去做到专制政权底下 当贱民 当韭菜吗 马银九层忧心 台海战争恐怕会首战其中阵 苏启曾说 引述美军高层说法估计 台湾一天就会投降 曹星成提醒 说法务必要谨慎负责 否则恐怕促使中共误判而出兵 俄罗斯普丁军事入侵 就是得到一些说辞 误判乌克兰是不堪一击 中共收买的名嘴 每天散布投降主义失败主义 这都是让你台湾变成另外一个阿富汗 如果是台湾是这么混乱 扶不起阿兜 没有人会来帮你 曹星成表示 美国20年帮助阿富汗军事出兵 花费几兆美元重建 但阿富汗人的敌我意识不明 内部贪污 面对塔利班敌军 秒授散被拿下 台湾必须团结向国际传达 击败中共 拒绝投降的防卫决心 新唐亚太电视王冠林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 网红币 学传达 感谢观看